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进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美然 节目开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在5月16号的时候美国白宫宣布 拜登政府正在终止一项关键的太阳能关税豁免 对进口的双面太阳能电池板的豁免 这个行为在解读上很多专家就说 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在针对中国 这是美国国内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举措 这种双面电池板可以说是大型的太阳能装置当中使用的主要技术 涉及正在进行的太阳能贸易战的另外一条战线 取消货免可能会促进在美国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新生力量 但是同时也会造成行业的分裂 那么我们说到的热箱货免曾在2019年的时候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 后来货免就被特朗普政府取消了 并在2022年的时候被拜登政府恢复 拜登曾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和贸易团体的支持下 将这项201条款的豁免期限继续延长 但是现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商和一些议员 一直都在游说取消这个规定 白宫表示和那时候相比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扩大了 生产商面临来自中国太阳能工厂生产的产能激增的竞争 目前中国是占据了全球太阳能组建产能的80% 白宫的气候顾问就说这将会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它将会为日益增长的部署市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除此之外白宫还宣布将会终止对中国公司在马兰西亚 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豁免 从6月6号开始 从柬埔寨马兰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将会被征收关税 白宫的文件说 2023年来自东南亚的太阳能组建进口量激增 而中国制造商被发现利用这一地区规避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 中国公司最近还在这些国家建立了新产能 目标就是美国市场 能源部和商务部将会密切的监控进口模式 以确保美国市场不会过度的饱和 白宫强调说 美国的清洁能源经济应该有利于美国工人和企业 除此之外 拜登政府还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加速遣返无证移民 拜登政府宣布最新出台的这项政策 对一些申请寻求庇护的单身青年无证移民而言 移民法庭对其申请来美的裁决时间 将会从几年缩短至几个月 在亚德兰大 波士顿 芝加哥 洛杉矶和纽约 这五个城市邻居的无证移民 将被列入近期无证移民备忘单 旨在让移民法官在180天内 而不是目前的约四年期内 对其来美申请做出裁决 移民法庭的设立被认为是导致更多无证移民 尤其是申请能力较弱者 前来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当局表示 之所以选择上述五个城市 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法官有时间受理申请 而且几个城市是移民来美的主要目的地 司法部已经指派十名法官参与这项工作 当局说他们不知道会接到多少相关的申请 因此很难评估这个政策的潜在影响 联邦政府官员表示 说由于参议院今年影响广泛的移民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导致政府缺乏更加大胆的举措反击共和党人 那共和党也一直是利用史无前例的边境移民问题 指责总统拜登在大选年处理移民危机的方式 国安部长亚利航德罗马约卡斯就表示 说这个最新的行政措施是无法取代 两党参议院法案将带来的全面 而且是急需的变革 然而在国会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之下 将会尽最大的努力 有效的执法阻止无证移民入境 寻求庇护者在抵达美国之后的六个月内 是有资格获得工作许可的 批评人士就觉得说 这个政策是对无证移民的一种诱导 因为他们在美国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组建家庭或者是建立社交关系 最终将其遣返回祖籍国的阻力就变得越大 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希望在几个月内 而不是几年之内驱逐那些申请来美庇护被拒的无证移民 此前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还试图 用不同方式加快一些移民申请的受理时间 拜登政府曾在2021年为全美十个城市寻求庇护的移民家庭 推出了专项备忘单 使其在受理时间上排位靠前 并且要求法庭在300天内对申请做出裁决 此后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时候 推出了另外的一项举措 限制寻求庇护家庭的申请数量 并且让全美九个城市的庇护官员 对这些申请进行裁决 曾经担任联邦移民法官35年的戴纳莱恩马克思就表示 曾经的这些举措令寻求庇护者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聘请律师 而且未能减缓移民潮 移民法庭积押的申请数量已经激增至360万件 涉及全美68个法院的约600名法官 16号公布的这项政策 将不包括为更多移民法官提供资金的支持 说实话 移民的问题可以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可以想一想 目前在移民法庭上积押的案件的数量达到了360万件 每一个移民的案件至少都得代表一个人 至少就牵扯到了360万人 涉及全美68个法院和600名法官 这600名法官他要想处理这些案件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而且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案件是积押的案件 每天都会有不断的申请和新的案件产生在递送上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积押呢 虽然说他不会 咱不能说他不会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 他肯定也不会是越来越少 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案件产生了 当这些案件积押的时候啊 就是这些移民他在等待宣判的这个时间呢 他们可能会在美国工作啊 寻求其他的方式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拿到身份 比如说跟美国人结婚或者是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大量的积押的这些案件可能会导致把这些人送回自己的足迹国是变得更难啊 确实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说有的时候嘛 就是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办事效率啊 真的是有点慢啊 就是你前面怎么能积押的这么多 而且的话呢 现在这个还会有不断的新的案件产生 是吧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这条消息啊 就是有消息保出说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他曾经接受了币昂斯1656美元演唱会的门票 他是一个礼物 这个消息现在被爆出来了啊 可以说我估计啊 这个贺锦丽可能是币昂斯的粉丝啊 这个消息怎么爆出来的呢 是根据财务披露报告显示 就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去年呢 曾从币昂斯本人那里收到过 夏天最热门的演唱会的门票 同时呢 他还接受过ESPN的礼物 出席了大学橄榄球的HPCEO庆祝晚 那场比赛呢 是由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对阵 佛罗里达的农工大学 实际上美国总统 就是收了这个门票这样的礼物 实际上现在呢 在美国呢 媒体给他曝光出来了 去年8月 贺锦丽和他的丈夫 道哥艾姆霍夫 在马里兰州的多福的联邦快递酒厂 观看了币昂斯的文艺复兴 世界巡回演唱会 贺锦丽呢 而且还在这个Instagram上发布了 这个自己和币昂斯的照片 说呢 感谢你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约会职业 币昂斯 那这两张门票的价值呢 是1655块9毛2美元 那同时呢 12月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场橄榄球比赛 在亚特兰塔的梅塞德斯奔驰体育场举行啊 他当时呢 也是收的是门票啊 这个门票的价值呢 是1890美元 实际上 美国总统去看比赛 或者看演唱会是需要买门票的 这个我也是头一回声说 我开始以为他们出席这些活动 可能是赞助方邀请 可能是免费的啊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正常来讲 他们是应该买门票的 对吧 那总统和副总统的个人财务信息呢 实际上呢 在美国是每年公布一次 这个两人呢都没有报告任何的利益冲突 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呢 除了作为总统和教师的工资之外 其他的收入就很少 比如说从他们的书籍板税 退休账户和个人退休账户 获得的收入呢 在0到6.43万美元之间 总统夫妇欠下的房贷和借贷呢 在37.5万美元到81.5万美元之间 不过拜登夫妇呢 还报告了包括退休计划在内的 至少100万美元的金融资产 除了演唱会门票 贺锦丽和艾姆霍夫呢 还报告了总计 11.7万美元的板税收入 现金回报和退休账户收入 那么这对夫妇呢 也买卖股票啊 持有至少289万美元的金融资产 根据提交给联邦选取委员会的文件 前总统特朗普的一名律师 以其金融资产的复杂性为由 要求推迟45天提交特朗普的财务报告 联邦选取委员会呢 同意了这个请求 特朗普的报告呢 将会在7月1号提交 他去年提交过一份年度财务报告 就是在美国 你想当总统副总统 你的这个经济上啊 是要公开的 就比如说你工资是多少 你赚了多少钱 你有什么其他的业余收入 除此之外呢 谁给你送了什么东西 你要自己主动申报 那贺锦丽呢 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啊 他收到了这个两张门票 这两张门票呢 是几千美金 那他是自己主动申报的 要公开 你收了谁的东西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那我们这两天呢 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有关注他的访华行程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是17号在华访问期间呢 前往了位于黑龙江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 会见了学校的师生 那学校的师生呢 也向普京介绍了航天技术展品 此外普京在参观哈农大期间呢 还谈到了中国美食 说自己啊 在访问的前一天 品尝了北京烤鸭 他说太好吃了啊 这个北京烤鸭 很多人也都喜欢 我记得美国财长耶伦 到了这个广东的时候 他也是吃个烤鸭啊 吃了一个很有名的餐馆的烤鸭 那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住了 但是他虽然吃的不是北京烤鸭 但也是烤鸭 所以说烤鸭这道菜 看来在国际上还是享福盛名的啊 根据媒体报道呢 普京是17号前往的哈农大 这个当时呢 这个哈农大呢 向普京展示了具有自动展开国旗技术的火星探测车模型 那这个时候呢 中国的代表呢 就指出说希望啊 继续与俄罗斯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 使中俄两国的国旗同时在火星上飘扬 普京呢 对这个建议就回应说呢 这个是个好主意啊 同时呢 普京也在哈农大的贵宾部上留言 他说呢 祝贺贵校在发展当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祝在教育科学发展当中取得新的成就 在参观期间 普京指出啊 哈农大是中国主要科技创新中心之一 哈农大真是俄中合作的传统 并和俄罗斯的高校是保持着联系的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 在和大学生的交流当中啊 普京被问最喜欢吃哪些中国菜 普京当时就表示说 世界上伟大的美食并不多 但是中餐是其中之一 普京还说呀 北京烤鸭举世闻名 包括在俄罗斯啊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他说自己16号啊 在吃这个招待宴的时候 就品尝了这道菜 他说说实话 当时啊 给他上来的这个菜呢 是只有两块 他当时看到这道菜的时候呢 他自己说 吃一块就好了 尝一尝 但是没想到 把第二块也吃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AI技术啊 现在这个AI技术真的是越来发展的越快了啊 就是很多这些大型的车企 或者是高科技公司 把目光的都关注到的这项技术 这AI技术的话 比如说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他能代替人工 智能 帮你写东西 帮你做视频 甚至帮你生成音频 现在最新的AI技术啊 就是OpenAI出的这个技术呢 听说啊 还可以跟你聊天 就是他有自己的思维 甚至呢 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着手机给他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你可以让他讲说 哎 你看到了什么 有什么感觉啊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哎 我看到了什么 比如说风啊 鸭子啊 树啊 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可能会感觉说 我现在觉得特别放松啊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说 AI的技术呢 现在是发展的就像说是 类似于人脑一样 而且他的反应速度很快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他很快就是给你有一个回复 实际这个技术呢 能用到很多领域 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自动驾驶 他实际上就是AI人工智能的一种啊 比如说你说左转 以后可能就变成声控啊 你说左转他就左转 你说右转就右转 这也是AI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方面啊 就比如说他帮你开车 那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呢 并不是特别的普及 但是呢 就是自动停车技术 我发现很多汽车都有了啊 就是比如说 像那些大品牌的汽车 比较高端一样的啊 他都有这个自动停车 你把车开过去之后 他自己给你停在车背里 而且我也观察过啊 就停的真的是啊 就是左右特别云浅 特别好 不过呢 这个AI技术的蓄蒙发展呢 也给这个骗子带来了 这个诈骗的新的花样啊 就比如说像AI的语音克隆 便是我们说到的其中之一 因为AI技术能克隆所有人的声音 那骗子可能知道你的信息之后呢 他就克隆一些你的亲戚朋友啊 孩子等等啊 这些相关的这些声音 然后呢 运用到诈骗当中啊 那骗子呢 首先他会用AI克隆你这些 亲戚朋友的声音 然后他就向你发起求助啊 就是求求你帮帮我吧 求求你给我点钱吧 我现在急需用钱帮我转一点吧 等等等等 就类似于这种 然后呢 就是很多朋友就不了解 尤其因为很多人 他不关注AI技术 就想说 这不就是家人的声音吗 实际上AI技术 是可以复制你家人的声音的啊 就是你这个你要知道 然后很多人就不知道 那他就信以为真了 当把钱汇出去的时候呢 才发现 哎呀 原来自己被骗了啊 就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啊 说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涉及商业贸名鼎弃者的诈骗呢 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那在去年的时候啊 就是目前就是已经报案的 他能统计的到的啊 就损失就超过了7.52亿美元 那么根据调查呢 就是发现 就是现在这些骗子 他想克隆一个人的声音 是非常的容易的 你不要说克隆一个人的声音啊 就是克隆那些名人的声音 可能比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还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名人的视频影像到处都有 就是我曾经看过 这个 一些克隆的AI的技术 搞一些 国际上的一些领导人 他们讲了一些 根本就不是他讲的话 这种情况 新闻也是经常会爆出来 是吧 有人工智能知识的网站 它是允许任何人 克隆亲人的声音的 而且步骤非常的简单快捷 比如说你拿这个搜索软件一搜 很快就能找到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网站 而且呢 价钱也是非常的便宜 极快钱 就是可以 但是我说这极快钱是美金啊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就你发一段音频过 也才给你克隆一段声音 接下来呢 就是你发一个多长时间的音频呢 就是30秒的就可以 然后呢 把你想让这个声音说的话 给它写出来 然后AI克隆就开始克隆这个人的语言了 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就是你有一个人的声音30秒 那你想拿一个人的30秒的声音很简单的 他可能装作哪个垃圾电话 然后打到就是你这个亲戚朋友那去 他说我给你推销一个产品 或者我给你讲点什么事 然后的话呢 只要这个亲戚朋友讲到30秒钟的时候 那这个犯罪分子 他就可以拿他的声音作为这个标本 然后加上自己的内容 然后就让这个 你这个亲戚朋友讲出 他想让你亲戚朋友说的这句话 而且的话呢 整个过程是几块钱 几分钟就可以拿到手 就想骗起来都是很快的 都不需要拖到第二天 而且呢 骗子呢 也可以从发布到社交媒体的视频 或者语音邮件当中 提取一个人的声音 就很多人喜欢在视频当中 发一些朋友圈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些自己的讲话的一些视频 或者什么的 那这些发掘分子 也可能是拿这个 去就是作为这个声音的标本 然后呢 就是让你防不胜防 可以说呀 这个AI语音客龙 现在真的是季度非常的高潮 可以说是非常的逼真 就连一些就是从事专业的这些人 他都有可能会上当 就比如说在声音专业的这些人 就比如像我们做主持人的 就是有的时候 你听这个人讲话和AI讲话 像我们分辨的就是蛮明显的 就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 那这个配音呢 它就不是人配的 它就是那个AI的技术配的 所以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 他现在给你客龙的 就是技术要是很高的那种 或者是他们用的那个软件 很厉害的那种 专门从事这种相关工作的人 可能都很难分辨 根据媒体报道啊 就是加里希尔霍恩 他呢就是一位律师 但就像这样的一位律师 也差点成为声音客龙骗局的受害者 他曾经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有一天呢 他接到了自己儿子的电话 然后就说 爸爸我遇到麻烦了 我出了事故 他说这个鼻子骨折了 他自己呢撞到了一名孕妇 而且呢警察逮捕了自己 进了监狱 他说我需要帮助 这是律师接到了自己儿子的电话 那当时呢 这个律师就说了 他说他当时听声音呢 就真的以为自己的儿子 因为讲话声音是一样的嘛 他说一听就是一样的 他当时从来没有怀疑说 这个不是自己的儿子 然后呢 他就赶紧开车 去银行取了9000的美金现金 同时呢 跟这个妻子通报了最新的情况 然后呢 他就接到了儿子 通过FaceTime打来的电话 他说爸爸 我的鼻子没有骨折 我很好 你被骗了 但是由于呀 他没有损失金钱 所以呢 他也就没有法律追索权嘛 谢尔赫恩呢 就联系了职法部门 但被告知呢 说犯罪分子是无法追踪的 因为骗子是用一次性手机来获取加密货币 就像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他中间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给他妻子打个电话 他妻子呢 就跟他儿子讲了 那他儿子呢 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啊 就是这是假的 但是他光从这个电话上来说 那反倒就是被骗了 你想想啊 律师他都被骗了 就是骗到律师头上了 那AI骗局这么厉害啊 那我们怎么防范呢 实际上啊 就是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伊维特·克达克呢 他代表的是纽约的第九选区 也是美国众议员 人工智能工作组的成员 他呢 就提出了一项立法 他说要求公司 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啊 一定要添加数字水印 就是说 你不能把这个内容 你就直接的给出售过去 就是我们要从源头上堵住它嘛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堵住这些犯罪分子的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 你出售这样的产品 你一定要在这个视频上 增加到你的水印 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有水印 大家一看 这就是假的嘛 对吧 就是比如你加一个 什么人工智能之类的 或者是呢 加一个什么标志之类的啊 就大家一看就好分辨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话 那么消费者呢 将会被警告 他们正在听假的语音 就是你 你不管是谁 你看到这样的视频 就知道 这是假的 就是人工智能合成的 是吧 那 如果他们受到 假语音的内容的伤害 而且呢 他们还可以提起诉讼 他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呀 辨别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 和真实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很多普通人 都很难分辨 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呢 实际很紧迫的 有AI合成音频的初创公司啊 对这种法规 是表示支持的 他说非常支持 引入监管 这呢 将会有利于确定 数字内容的起源 包括水印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对这种 AI合成音频的公司来说 对他们的版权 也是一种保护啊 就是不会被滥用 而且会 就是用于正常的地方啊 那执法部门呢 也建议民众 说应该创建一个密码 和家人分享 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呢 代码将会帮助您 验证电话上的人 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比如说 你们有点什么暗号之类的 有点这个意思 执法人员还表示呢 说如果有人 向你索要金钱 或者是敏感的信息的话 你一定要冷静下来 想一想 判断一下 然后通过各个渠道试一下 就是辨别一下 看看这个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啊 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因为现在的科技啊 实在是发展的太快了 技术太高级了 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最后呢 来继续关注一下 就是美国国会众议员 16号通过了一项 向总统拜登施压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就是要求继续 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此外呢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也是发表了声明 说临时码头16号呢 已经在加沙海岸 抛锚固定 这个法案呢 是以224票赞成 18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的啊 这个法案的目的呢 就是要求继续 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这个法案呢 也是阻止拜登扣留 停止逆转 或取消国会 已批准的 对以色列的武器转让 并且要求所有被扣留的武器 在该法案颁布的15天内 交付给以色列 报道还说呢 预计这个法案 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呢 不会有任何进展 但是白宫表示呢 说即使国会通过这项法案 拜登呢 也将会行使否决权 经过预算飙升 转移建造地点等 一波三折之后 美国建造的 可以向加沙运送 人道物资的浮动码头呢 目前是终于建成了 并且停到了加沙的海岸 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又发表声明说啊 临时码头 已经在当地时间的 16号的7点40分左右 在加沙海岸抛锚古地 这个码头呢 将支持向巴勒斯坦平民 提供额外援助的人道主义任务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还说呢 预计卡车将在未来几天内 开始将援助物资运送上岸 那联合国方面呢 将会协调援助物资的分配 美军是不会进入加沙的啊 好的 谢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